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情呢 当你学的时候呢 就没有不难的 什么时候不难呢 当你学会了之后 通过自己努力学会之后呢 就感觉其实呢 会者不难 真的也并没有那么恐怖 我来看一下 第三个是 易变线率计算 易变线率这个知识点来说 难度是比较高的 其实它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公式 但是公式本身来说 它的一个名词和计算公式 关系其实并不是很大 导致很多同学对易变线率的计算经常弄错 我们来分析一下 营运资本的筹资政策 通常用经营性流动资产中 长期筹资来源的比重来衡量 即易变线率计算公式 分子是股东权益加上长期债务 加上经营性流动负债 那么他们这三个加在一块 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长期资金来源 而长期资金来源减的是什么呢 减的是一个长期资产 它是减长期资金占用吗 它不是 它减的是长期的资产 这块一定要弄清楚 然后呢 那么长期的资金来源 如果对于资产我们按照会计上去区分的话 首先呢 长期来源首先满足长期资产需要 满足完长期资产需要之后呢 满足流动资产需要 就是经营活动当中经营性流动资产的需要 那么一变线率越高 那么一个企业来说 它一般的长期资产和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在不变的情况下 长营一变线率越高 说明长期资金来源越多 长工越多 长工越多的话 资金来源的持续性越强 长债压力比较小 管理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称之为是保守型的筹资策略 而如果长期来源是比较低的 长工是比较少的 此时呢 一变线率会降低 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比较弱 可能呢 都是短期滚动续计 你这个危险性是比较高的 长债压力比较大 称之为是激进型的筹资政策 所以一变线率 为什么叫做一变线率呢 就是容易变线的资产当中 对吧 容易变线就是流动资产 容易变线 经营性流动资产 容易变线 这个容易变线的资产当中 长期来源的比例 长期来源首先满足长期资产 再去满足流动资产的需要 那么这块来分析一下 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它包不包括稳定性的流动资产 包不包括波动性的流动资产呢 这个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它到底指的是稳定性的 还是波动性的 还是稳定加波动之和呢 它都是包括的 如果在淡季 在淡季只有稳定性的 而到了旺季呢 到了旺季有稳定加波动 都是包括的 所以在计算一变线率时 分母 它在淡季和旺季是不一样的 分母 淡季只有稳定性的流动资产 而到了旺季呢 旺季它有稳定性的 加上波动性的 这是分母 那么分子呢 分子 淡季旺季是否会发生变动呢 分母淡季旺季不一样 那么分子呢 分子一个是长期来源 一个是长期资产 它们会不会一年当中 会不会随着淡季和旺季 而发生变动呢 是不会发生变动的 所以分子淡季和旺季 是保持不变的 把这个基本计算原则 我们都要掌握清楚 好了 那么掌握清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例子 第一个来看一下 市中型筹资策略 易变现率的计算 假公司在生产期盈的淡季呢 需要占用300万元的流动资产 首先说一下 这占用这300万元的流动资产当中 它有没有金融资产 首先来看一下 这300万元当中 包不包含金融资产 包不包括呢 有没有金融资产 怎么来看 首先你要看一下 占用占用 关键词是在占用这个地方 它经营活动占用的资产 它肯定都是经营资产 肯定是不包括金融资产的 金融资产是多余资金的利用 它不是占用 只要一看到占用在考试当中 它肯定是经营资产 那这300万元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当中 经营性流动资产当中 它是保守的呢 还是保守加波动呢 不是 是稳定的呢 还是稳定加波动呢 它在淡季占用的 它就是稳定性的流动资产 和500万元的长期资产 长期资产 莫认为都是经营资产 你多余资金只会投资短期的金融资产 而不会投资长期的金融资产 那么到了旺季呢 基因的高峰期会额外增加200万元的 季节性的存货需求 它季节性存货需求就是波动性的流动资产 波动性的 那么企业生产经营的高峰期呢 只有在生产经营的高峰期才会介入200万元的短期借款 这是短期的来源 800万元的长期性资产均由全益资本 长期债务和经营性流动负债 来解决其资金需要 所以通过这个表述 其实前面没有这个适中型 我们也能够通过数据关系 因为呢 长期来源 它是800万元 而长期占用 稳定性的流动资产 加上长期资产 也是800 长期对长期是相等的 短期对短期也是相等的 它肯定是稳定性的 肯定是适中型的筹资测略 那么对于适中型筹资测略 这个题目该如何去计算 易变现率呢 易变现率该怎么算 先算淡季的 再算旺季的 那么易变现率的分子是什么 刚讲过 再来回忆一下 我相信肯定有人写错 易变现率的分子 分子是什么呢 先来看分子 不用着急 一点点来 分子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分子的计算公式是 长期来源减去长期资产 长期来源是800 长期资产是500 所以减完之后等于300 等于300的话 淡季和旺季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淡季和旺季会不会发生变化 长期来源淡季旺季都是一样的 长期资产淡季旺季都是一样的 所以分子淡季和旺季都是300 分子搞定了 分子搞定之后 下面来看一下分母 分母是什么呢 看定义 分母是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在淡季经营性的流动资产是什么 有哪些呢 在淡季 只有300万元的流动资产 对吧 没有了 只有300万元的流动资产 这是占用的是经营活动所需的 所以经营性流动资产 分母在淡季只有300 那么到了旺季呢 到了旺季 它还会保留300万元的流动资产 在此基础之上 又增加了200万元的季节性存货 这个季节性存货 它也属于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所以到了旺季 它有原来的300 加上新增加的200 经营性流动资产 合计是500万元 明白了吗 所以分子不变 分母变 分母旺季会增加 分子不变 分母变 分母旺季会增加 因此就可以导致 在淡季时经低谷期时 易变限率是300 除以300等于1 到了旺季 分母会增加 易变限率会变成是60% 大狗 带着大狗去旅行 来告诉我公事 去旅行同学来告诉我公事是什么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去蒙 但是蒙的原因是 你没有把公事掌握清楚 易变限率 公事等于长期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 你是分子蒙呢 还是分母蒙呢 分子会不会 分子就是300 长期来源 三个嘛 权益资金 权益资本 长期债务 经营性流动负债 这个分子当中第一个指标 蒙不蒙 分子当中第一个 蒙不蒙 一个一个来 你分不清那些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把你能够分清的搞定之后 我们再单独去解决那个分不清的 长期来源 来告诉我一个一个来 还有谁不知道长期来源有哪些 当你不知道长期来源有哪些时 翻书 翻开你的 打好基础的 我来看一下 第286页 看最上面的图 把好基础 286页 最上面图 你先把长期来源搞定 长期来源搞定之后 看一下 能不能搞定 对吧 是不是有三个之和 三个之和弄清楚之后 下面来看一下 长期资产 你会不会 长期资产 人家题目说了 长期资产是500 题目直接告知的 你不需要算 直接用就行了 有了吧 有了之后 下面分子都能搞定 分子都能搞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分母 分母是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 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而什么是经营性的流动资产呢 它首先是流动资产 是经营活动所需的 那么 来看一下 它区分两个 一个是淡季 一个是旺季 分子为啥不区分淡季和旺季 长期啥叫长期呢 长期就是一年到头都要有的 都是一样的 只有短期的 有些是你 旺季有 有些淡季没有 长期的东西一年到头都有 你需要去区分吗 你也可以区分 但是区分完了之后 是不是一样的呢 来看一下 长期资产是500 淡季有500 旺季多少呢 旺季还是一样的呀 旺季只会在淡季的基础上增加 不会在淡季的基础上减少 所以这500亿然存在 这300亿然存在 只是额外再增加200 所以长期资产 淡季旺季一样 而800万元的长期性 把长期性资产呢 由权益资本 权益资本 把长期债务 经营性旅动负债 他们一年到头都是稳定的 不会变的 所以淡季旺季都一样呀 所以分子不变 搞定了吗 那么分母呢 分母呢 分母是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什么是经营性流动资产呢 就是经营活动 你用得着的流动资产 来看一下 在淡季 淡季我们所需要的流动资产 有多少呢 来看 淡季就这一句话 淡季所需要的全部资产 就这一句话 300万元的流动资产 和500万元的长期资产 你通过这句话 你来告诉我 在淡季的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有多少呢 淡季总共的资产是800万 800万 500万元长期 300万元短期 都是占用的 占用就是经营活动所需要的 是不是 淡季的是300 还有谁 还有谁弄不清楚 这个淡季搞定了吧 那到了旺季呢 看清楚 看听 到了旺季之后 经营的高峰期 什么叫额外增加呢 啥叫额外 语文要好 对吧 额外增加就是 在原来的300万元流动资产 和500万元长期资产的基础之上 我额外再多200 再增加200 原来不变 我再加200 加的200是季节性的存货需求 什么存货呢 存货它是长期资产还是流动资产 在会计上 在会计上存货它属于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它属于经营性的还是金融性的呢 它是经营性的 所以它在原来的300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200就等于500 所以就搞定了旺季的分母了 对吧 这个指标为什么难呢 难在它很别扭 别扭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指标当中需要有三个 公式当中需要有三个指标 这三个指标 这个长期来源它属于财管的指标 财管指标 而长期资产和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它属于一个会计指标 一个财管两个会计 把它整合在一块 所以大家感觉非常非常别扭 这第一个题 好嘞 第一个题弄清楚之后 我们再往下走慢慢来定 来看一下第二个 就是保守型筹资策略 易变现率计算 首先还是一样的 假公司在生产基因淡计 需要占用300万元的流动资产 是稳定性的流动资产 属于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和500万元的长期资产 不变 在高峰期会额外增加 200万元的季节性存货 那么企业旨在生产 今旺季需要介入100万元的短期借款 无论何时 长期负债经营性流动负债 和权益资本之和 也就是长期来源 无论什么时候 它都等于900万元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长期来源大于长期的占用 长期占用是800 这800年初淡季旺季都有 所以长期占用是800 长期来源大于长期占用 占用 因此它是一个保守型的筹资策略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 我长期来源 我淡季也拥有长期来源900 但是淡季我的生产基因活动当中 占用的只有800万元 那多的100万元哪去了呢 我在淡季的时候 来思考一下 淡季的时候有长期来源 先满足长期占用 对吧 它就满足了之后 还剩下一百万元 这一百万元进行短期投资 它是投资到金融资产当中了 金融资产 那么这个100万元的金融资产 会不会影响 易变现率计算 100万元的金融资产 它会不会影响 易变现率计算呢 本身它不会直接影响 易变现率计算 因为易变现率计算呢 分子等于长期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 分母是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它不会直接影响 对吧 不会 那么好了 分析完毕之后 到了旺季呢 到了旺季 它需要额外增加200万元的 季节性存货需求 可以增加 但是呢 我有100万元的金融资产 我先将100万元金融资产 给用起来 用了之后 不够再去介入 100万元的短期借款 那么来看一下 淡季和旺季易变现率 分子等于什么呢 长期来源等于多少 长期来源等于900 对吧 其母说了 三个之和 长期负债 经营性流动负债 和全资本是900 900减去长期资产 不要减长期占用 它不是这占用 而是长期资产 减去500 等于400 就是分子 那分母呢 来看一下分母 区分淡季和旺季 淡季只需要占用300万元的流动资产 就是我的生产基因活动 需要用300万元 因此300万元的 经营性流动资产 而到了旺季呢 到了旺季是300万元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200万元的季节性存货 存货也属于流动资产 因此旺季的经营性流动资产是500 好嘞 数据都有了 就可以计算清楚 高峰期就是旺季 易变现率是80% 400除500 400除500是80% 淡季呢 就是低估期是400除300 等于133% 这是第二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呢 是基金型的 就是还是一样的 公司生产经占用的资金是不变的 还是占用淡季300加500 旺季额外增加200万元的 季节性存货需求 但是 企业的权益资本 长期债务和经营性流动负债之和 只有700万元 长期来源只有700 只有700的情况下 在淡季它需要800万元的资金 但是长期来源只有700 700的话呢 在淡季它也会有100万元的 什么呢 短期的金融负债 短期借款 到了旺季呢 旺季会额外增加200万元的 季节性存货需求 那么 另外200 它还得通过短期借款去进行筹集 所以此时 分子 它就是长期来源 700减去长期资产是500 等于200 那分母呢 分母跟刚才分析的是一样的 分母 在淡季 只有这300万元的流动资产 是吧 经营活动所需要的 在旺季呢 在旺季它需要300万元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200万元存货是500 因此根据这两个数据 我们就能够算出 旺季经营高峰期的易变现率 是200除500等于40% 低谷期呢 是200除300等于67% 通过这些计算 三个策略之下 我们都算完了 算完之后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保守型的筹资策略之下 易变现率可能是大于1的 因为保守型的筹资策略 算完之后呢 一个是80% 一个是133% 所以是有可能大于1 而市中型的筹资策略之下 易变现率小于等于1 来看一下市中型 市中型的筹资策略 对吧 要么是等于1 要么是小于1 是小于等于1 而到了激进型呢 激进型 不管你是淡季还是旺季 是基因的高峰还是低谷 永远是小于1的 小于1的 那么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结论 通过我们刚才的例题 得出的一个结论 但是这个结论 是不是具有普遍适用性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基本的公式去出发 比如 易变现率的公式等于长期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 再处以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如果易变现率大于1 它会产生什么情况 易变现率大于1 可以倒推出了吗 能不能倒推出长期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 大于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就可以得出长期来源减去长期资产 大于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也可以推导出 把这换一下 长期来源是大于 长期资产加上经营性的流动资产的 我的长期来源 首先满足你的长期资产需要 然后再满足你经营活动当中的短期资产的需要 但是还多余 还多余的地方干什么 长期来源大于长期资产加上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我多的这一部分就是我长期来源很多 很多的时候我经营活动用完了之后还剩余的有 剩余的有 就是它会存在金融资产 所以只要有金融资产 则易变现率肯定大于一 只要存在金融资产 易变现率就大于一 这个结论你可以记下来 完全应对考试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是通过基本公式推导出来的 第二个来看一下 易变现率如果小于一呢 小于一正好可以推导出长期来源 我们现在不管什么政策 我们只是通过公式推导 跟你政策没有关系 那么来看一下 如果易变现率小于一 就意味着长期来源小于 长期资产再加上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就意味着此时长期来源 不足以支撑我的经营活动需要 不足以支撑我的经营活动需要之后 对吧 这是经营活动所全部需要的资金 因为长期来源不够比较少 比较少的话 此时会存在短期的借款 短期的金融负债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 只要存在短期的金融负债 临时性的借款 则易变现率 它就小于一 如果是等于一呢 等于一就可以推出长期来源 等于长期资产 再加上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那么此时呢 我们既没有多余的资金 也不需要短期借款 因此 双无 双无时 易变现率就等于一 双无时呢 就可以得出易变现率 正好是等于一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保守型的筹资策略之下 它也分成是淡季和旺季 那么淡季的话 保守型的筹资策略之下 淡季它有什么呢 这三个 一个这两个 一个是金融资产 一个是短期借款 在淡季它有什么 不区分 这个结论不区分 你只要有金融资产 有短期借款 那么金融资产 只要有金融资产 不管你的什么情况 易变现率肯定大于一 你不管什么策略 不管什么淡季旺季 你先把这个结论弄清楚之后 我们再适用这个基础的策略 和淡季和旺季 让我来看一下 如果是保守型的策略 易变现率呢 淡季它肯定是有金融资产的 对吧 有金融资产 我们就直接判定 易变现率肯定是大于一的 这个结论有没有问题 你算去吧 你算起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保守型是到了旺季呢 到了旺季 旺季的时候我们可以 我们保守的不是很严重 到了旺季 它有可能是存在金融负债的 短期的金融负债 有没有可能呢 就像我们教材当中这个例期 在保守型的策略之下 在旺季 它是有可能有这200 100万元的短期借款的 如果这种情况之下 则到了旺季 它有金融负债 有金融负债 它计算的易变现率 肯定是小于一的 比如看这个例题 计算的在旺季的易变现率 是小于一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一种情况 我特别的保守 我持有的长期资金来源是1000万 如果持有长期资金来源1000万的话 我到了旺季 还需不需要短期借款了 思考一下 需不需要了 就不需要了 如果此时我不需要的话 那么就是双五 双五 双五的话 此时你算出来的易变现率 旺季它依然有可能是等于一的 等于一的 只要是双五的 它肯定等于一 不信你下去算 那么有没有可能 我这个保守呢 我更加保守了 我持有的长期资金来源是2000万 持有的长期资金来源 如果是2000万的话 再旺季 那么它需不需要有短期借款 不需要了吧 是不是 因为我再旺季总共生产金活动 需要是多少呢 是800加上200是1000 而我持有是2000万 2000万我再旺季 所以依然有金融资产 依然有金融资产 依然有金融资产 则易变现率 它就可能大于一 所以对于保守型的话 在旺季 它可能小于一 可能等于一 可能大于一 在旦季 它一定是大于一的 所以易变现率 有可能大于一 有人说了老师呀 为啥保守型的 还会存在金融资债呢 把这个题号看一看啊 下去之后把这个题号看一下 这就是保守型的 借到了旺季 它就借了100万元的短期借款 是有可能的 为啥没有呢 为什么有金融资产 保守型并不代表 你旺季没有金融资产 什么叫保守呢 因为我这块讲的比较深啊 其实很多老师没有讲这么深 我这块我希望大家能够 看到问题的本质 所以这块讲的比较深 什么叫保守 比如长期的工作 是实人干 而长期的工人 如果配置18人 而短期的工作 是需要12人的话 我需不需要短期的工人 看这儿 看这儿 来看这儿 他需不需要短期的工人 到了旺季 有人说不需要 有人说需要 需不需要 长期的工作 是需要10人干 短期的工作 需要12人干 所以到了旺季 他需要22人 总共需要22人 但是我的长期的工人 只有18人 我不需要短期工人吗 不要动迷了 他需要短期的工人 是4人 他是需要的 因此 你说他是保守 是市主还是基金 长期工人 大于长期的工作 是保守的 保守的情况下 依然可能需要有短期的工人 依然需要 可能有金融负债 明白了吗 这第一种情况 明白了吗 第二种情况 如果我现在长期工人 我招的是25人的话 我还需要 忘记我还需要短期的工人吗 忘记需不需要 就不需要了呀 对吧 此时就不需要了呀 为什么呢 我25个人干22个人的活 我还余下三人呢 余三人 给我打零工赚钱去吧 他会形成公司的金融资产 明白了吗 余三人 他会形成公司的金融资产 如果我长期的工人 正好是22人呢 长期的工人 正好是22人 此时呢 也没有多余 也没有不足 我还是不需要短期工人 但是我长期工人 也没有剩下的人 对吧 就完美了 就是因此 在保守型的策略之下 到了旺季 他有可能有短期的金融负债 也有可能是 有金融多余的金融资产 也有可能是双无的 而前面我们推导得出了 把这个地方好看一看啊 好看一看 很多人弄不清楚 是因为这弄不清楚 只要有金融负债 记住 只要有金融负债 一变现率肯定大于一 只要存在短期的借款 一变现率肯定小于一 如果双无一变现率 肯定是等于一的 肯定是等于一的 为什么呢 再来说一下吧 有金融负债 就意味着你有长期来源 长期来源 你的经营 长期来源大于 长期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资产 长期来源比较多 你经营活动用不着 用不着 会形成集中资产 所以当你通过 一变现率大于一 推出存在集中资产 所以倒推 有金融资产 一变现率肯定大于一 那么来看一下 在淡季的时候 如果是保守型的 保守型在淡季 它肯定有多余的人力 对吧 多余的钱 投资金融资产 有金融资产 一变现率肯定大于一 而到了旺季呢 三种情况 有可能有金融负债 有可能有金融资产 有可能双无 所以小于一等于一 大于一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旺季 这是保守型的 那么对夏天是对的 那么来看一下 市中型的 市中型的 分析一下 市中型的 有旺季 有淡季 淡季 它会不会存在 先分析淡季 淡季市中型的策略之下 会不会存在金融资产呢 波动性流动资产是经营资产 金融资产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是多余的资金 波动性流动资产是你的经营活动所需要的 它是双无的 对吧 双无的就可以得出 一变现率是等于一的 而到了旺季呢 到了旺季 它还是双无吗 到了旺季 还是双无吗 比如我长期的工作 是10人 我配的长期的工人是10人 是市中的 但是短期的工作来了之后 12人 我需要招短期的工人 12人 所以市中型策资策略之下 旺季它肯定是有金融负债的 短期金融负债 短期只要有短期的金融负债 短期的工人则一变现率就小于 就小于 而激进型呢 激进型的策略之下 不管是旺季 还是淡季 它永远存在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 不管是淡季还是旺季 它都有短工来这干活 只不过淡季的短工比较少 旺季的短工比较少 它都有短工 都有短工的话 一变现率永远是小于一的 这是问题的本质 而不是通过一个现象的总结 这个地方 你就看到通过公式一步步推导 推导完毕之后 你看到问题的本质 你在做题的时候 你就能够做到有刃有余 把这块好好的自己下去 再捋一捋啊 一般来说 如果是第二轮的话 我相信不会讲这么细 因为时间不够 这块的话 考试的话 很多老师也不会讲这么细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问题本质 学的稍微深一点 这样的话 遇到题目 它不管题目怎么变 我们都能够把题目作对 金融负债就是 金融负债就是临时性的流动负债 金融负债就是临时性的流动负债 下面来看一下 2018年这个多选题 你如果把前面的听懂了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简单 做起来非常快 但是呢 你学的时候 得需要多花费点心思学习了 假公司是季节性生产企业 波动性流动资产 等于经营性流动负债 和短期金融负债之和 通过这个等式 就比如A等于B加上C 我们能不能得出A大于C 能不能得出A大于C呢 可以吧 一般来说都是正数 所以波动性的流动资产 它会大于短期金融负债 波动性的流动资产 是短期的占用 大于短期的来源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短期来源比较少 有没有 有 齐木说了 它有短期金融负债 它有 同时有多吗 不多 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的话 它就是保守型的 所以假公司采用的是保守型的 筹资策略 对 短期借款是临时性的流动负债 对的 短期借款就是短期的金融负债 就是流动性的 临时性的流动负债 那么保守型的筹资策略 在低谷时 易变现率小于1呢 小于1就意味着你有金融负债 有金融负债 而在保守型的筹资策略之下 我在低谷期 我是有多余的金融资产的 是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那么 易变现率 肯定是要大于1 要大于1 而在高峰期呢 高峰期期末说了 它是存在有短期的金融负债的 既然你是有短期的金融负债 则易变现率肯定是小于1 只要有短期金融负债 易变现率就小于1 而不是等于1 所以B和C都是错误的 那么第一呢 假公司在生产基金淡季 有闲置资金对吧 保守型的都会有闲置资金 用不着的资金 因此A和D正确 现在我来看一下 2015年这个单选题 这个题目也非常简单 看起来非常盘人大悟 信息非常多 但是你看做起的话非常快 假公司是一家生产和销售冷银的企业 冬季是其生产经淡季 应收账款存货和应付账款 处于正常状态 根据如下假公司资产负债表 该企业的营运资本筹资策略 是什么呢 哎呀李约正内录 非常棒啊 非常棒非常棒 那么给出的是报表 是2014年的12月31日 它是一个冬季 冬季时期生产经淡季 既然是淡季你看什么呢 看有没有金融资产 看有没有金融负债 而题目当中说了 有短期借款 什么叫短期借款呢 短期借款就是 短期的金融负债 就是临时性的金融负债 它有短供 在淡季你有短供 是直接判定是基进型的 你需要看吗 不需要看了 你也没有金融资产 有金融资产是保守 有短期的金融负债是基进 双五保守呗 一看有 直接判定 你需要再去算长期短期吗 你算长期短期就浪费时间了 对吧 考试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下面来看一下第三节 应收账款管理 那么第一节是 这个筹资策略其实 包括一边限定计算 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下去之后自己稍微梳理一下 这块梳理清楚之后 其实考试当中得分 还是非常简单的 初期频率还是挺高的 不是有资金吗 资金是基因性的 下面来看一下第三节 应收账款管理 这块应该讲不完 那么稍微讲一个核心部分吧 第一个是产生的原因 及管理办法 考试不考不用管 第二个是信用政策 考试当中主要进行 应收账款管理的考核 就是信用政策改变 到底要不要改 我从一个旧的政策 改到一个新的政策 对公司是否有利 有利改 不利不改 那么信用政策到底包含哪些 这个也是可能出现选择题的 首先要明显清楚啊 如果考试当中出现一个选择题 问下列哪些属于信用政策 我相信90%同学肯定做错 因为这块你说难嘛不难 但是很多同学容易忽视 它包括信用期间 信用标准和现金折扣政策 把这三个给弄清楚 它们三个属于信用政策的组成范围 第二个来看一下具体的信用期间 准备分析一下 信用期间呢 是企业允许顾客从购货到付款之间的时间 或者说是企业给予顾客的付款时间 就是你今天从我这买东西 你约定的付款时间中间是多少天 延长信用期 比如原来的信用期是10天 奢销期是10天 我现在奢销期变成60天 奢销期限变长了 肯定有更多人愿意来我们这买东西 他可能感觉 我10天凑集这个货款 感觉难度比较大 你给我60天呢 我能够凑集 这样的话 我更愿意来这买东西 因此延长信用期 它会使销售额增加 产生有利影响 但是与此同时 你的应收账款会增加 应收账款增加 会产生坏账损失也会增加 那么你在收账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收账费用 比如登记费用了 也会增加 产生不利影响 那有利和不利双人见 当有利者大的时候 可以延长 否则不易延长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看一下信用标准 信用标准就是一个门槛 你需要区别的条件 不是谁来我们这买东西 收购东西 我们都给他收购的 对吧 合作伙伴嘛 你交朋友也是一样的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和日常生活当中的合作伙伴 也是一样的 你不能谁来一个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们对于好朋友 也有标杆 不然的话 可能你明面上的好朋友 结果背后子就捅你一刀 我们要筛选清楚 跟好人做好朋友 不要跟那些 跟志同道合的人做好朋友 不要跟那些志同不道合 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做朋友 那么哪些是信用标准呢 在判断它符不符合这个标准时呢 我们可以通过5C系统来进行分析 5C系统包括品质 及它的信誉 品质怎么样 信誉怎么样 第二个能力 能力主要是指它的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是短期偿债能力 而非长期偿债能力 为什么是短期而非长期呢 因为如果是形成 我们是形成应收账款奢销 而对方是收雇 对方会形成应付账款 这个应付账款它属于短期负债 我们看的是它偿还短期负债能力 因此是短期的偿债能力 这是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是资本 资本就是你的财务实力和你的财务状况 如果真的出现你还不上钱的情况下 你筹集资金的能力怎么样 到期了真的没钱 如果你筹集资金能力非常强也没事 但是如果你筹集资金能力非常差的话 可能就不能跟你做生意了 第四个是抵押 抵押的话呢 就是如果顾客拒绝付款时或者无力付款时 能够作为抵押的资产有哪些 最后呢是条件 前面四个是分析的是内部的 而最后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条件 就是可能影响顾客付款能力的经济环境 这个经济环境来看一下 了解顾客呢 在过去困难时期的付款历史 看一下这个在不同经济条件环境之下 他付款的意愿到底强或者不强 考试当中最近十年呢 考核过两次 考核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原题重现 就是应用5C系统评下客户的器用标准时呢 那么这个能力指的是哪个能力 考试当中2017年 包括之前也有一次考核到 考核的方式一模一样 就是能力是哪个能力 它就是常债能力 对吧 它就指的就是公司的短期的常债能力 不止营运 也不止盈利 也不止发展能力 这个会不会啊 这个应该会吧 考试当中如果考到绝对不能犯错啊 这第一个 先我来看一下现金折扣政策 现金折扣 它是企业对顾客在商品价格上 所做的扣减 向顾客提供这种价格的优惠 主要目的是在于吸引顾客 为享受优惠而提前付款 比如一个企业 它的现金折扣政策在表述的时候呢 它可能表述10天付款2% 那么N是30天付款是N 能读懂是什么意思吗 能够读懂吧 能不能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这就代表这种政策之下 其实的信用期 我给你的信用期 30天 信用期如果是30天 你在30天内付款是无折扣的 30天付款无折扣 而现金折扣期是10天 如果你在现金折扣的10天内付款 享受2%的折扣 而不是20% 对吧 如果现在的款项上应收账款100万 100万对方在30天付款 如果他不享受折扣 肯定会在30天付款 如果在30天付款 他肯定要支付100万元 而如果他选择在10天内付款 10天内付款 他肯定在10天付款 能晚一天就晚一天 他肯定会在最后的第10天付款 在第10天付款的话 他只需要支付98万 因为另外2万元100乘以2%就是一个优惠政策 他会在90支付98万元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2万元 他其实就是客户所享受的优惠 客户的优惠是客户的收益 对于客户的收益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的成本会增加 那么但是能够吸引客户期前付款 这样的话可有助于缩短平均的收限期 那么到底什么是平均的收款期呢 平均的收款期就是 从最开始奢销开始 那么可能有些客户早付款 有些客户晚付款 那么早晚付款的一个平均值 看一下平均是多少天付款 从发生到收回的一个平均的期间 这个期间其实跟我们第二章讲的 应收账款的平均 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是一样的 这个平均的收款期 其实就等于周转天数 周转天数 明白了吗 只不过他们的计算公式可能不一样 我们需要分析的要点 可能不太一样 那么平均收限期该如何计算呢 就是如果只有信用期 而没有现金折扣期 一般客户来说呢 能一般他们都会在信用期付款 在信用期付款 他们都会在信用期的最后一天 晚一天是一天 晚一天是一天 对吧 他们一般来说都会在信用期的最后一天付款 如果是30天 他们都会在第30天付款 假设在没有逾期客户的情况之下 企业的平均收限期 对吧 大家都会等到30天付款 因此平均收限期等于信用期 这个一定要会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有信用期 也有现金折扣期 但是没有余期的人 那么一部分享受的现金折扣会在 比如还是一样的 10天付款 2% 30天付款是N 有些人愿意去享受现金折扣 他们会在10天付款 不会在9天 9天 10天付款是一样的 能晚一天是一天 如果 剩余的呢 他不想享受现金折扣 他们会在信用期30天付款 有人在10天付款 有人在30天付款 则平均收限期就是 10和30的加全平均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如果还有余期的 就是现金折扣期 信用期和余期三个的加全平均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 看一个题目就行了 比如 假公司目前采用的信用政策 是10天内付款 2%的折扣 30天内付款没有折扣的 优惠政策 平均有50%的顾客 按销售额计算 会享受现金折扣 有40%的顾客 会在信用期满时付款 另外10%的顾客 平均在信用期的 期满后20天付款 则假公司应收账款的 平均收限期 说到哪天呢 这个简单不简单 考试当中这个呢 一般来说不会在猪块当中考 但是呢 他可能作为我们计算题的一个小问 必须要回去算 无非就是各种可能收限结果的 加权平均 对吧 有人享受了现金折扣 会在10天付款 有人没有享受现金折扣 会在信用期满30天付款 而有些个顾客是逾期了 逾期期满后20天 他应该是逾期是信用期30天 他在信用期满了之后 又加20天是在50天付款 50天付款 所以三种情况加权平均50% 这是40% 这是10% 所以三种情况加权平均完毕之后 最终的平均收限期应该是22天 这个对于猪块考试来说就是小意思了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第三个 是信用政策决策的分析 信用政策决策就是一般来说 那么企业现在执行的是一个比较紧的 比较严格的信用政策 一般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现在呢 想去放松 放宽信用政策 那么到底能不能够放宽呢 一般来说 放宽信用政策会导致收入增加 收益增加 但是有些成本也会增加 如果增加的收益大于增加的成本 则应该是改变信用政策的 否则就不应该去改变这个信用政策 那么接下来的主要问题就是 增加的收益有哪些 增加的成本有哪些 那么来看一下 第一个增加收益 增加收益主要是指的是增加的边际贡献 那么销售增加了之后呢 你放宽的信用政策 销售量会增加 销售量会增加之后 带动收入增加 收入增加之后呢 变动成本也会增加 而固定成本来说 一般是不变的 所以交增加的销售对税前损益的影响及增加的边际贡献 而增加的边际贡献呢 两种算法 第一个是用销量乘以单位边际贡献 第二个是用销售额乘以边际贡献率 这俩公式呢 有印象吗 我记得第一次课讲解本量力分析的时候呢 我就说 计算边际贡献 两个成法公式给编个号吧 编个是一 编个是二 对吧 编一二编一二已经过去了那么长时间了 大家已经成长很多很多了 虽然有些东西忘了 但是这个成长是肉眼可见的 所以是用增加的销量乘以单位边际贡献 第二个是用增加的销售额乘以边际贡献率 如果销售增加也会导致固定成本增加的话 那么应当考虑固定成本增加对税前例如影响 它会导致收益是下降的 这是增加的收益 第二个来看一下增加的成本 增加的成本当中第一个最关键的一个 不管你考什么体 不管是哪次考试 如果只要算到信用证的决策 他肯定是亏考的 就是应收账款借用资金的应计利息的增加 那么应收账款会占用资金 这个占用的资金本来可以投资在其他方面 结果应收账款占用了不能去投资 会产生机会成本 因此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 它就等于应收账款占用的资金乘以资本成本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应收账款占用资金到底是多少 比如举个例子 企业支付了6元钱 购买了一支笔 然后出售是10元钱 现在还没有收限 应收是10元钱 那么应收账款10元钱当中 它真真正正不考虑其他因素 它真真正正占用的资金是多少 是10吗 应收账款是10块钱 它是真真正正占用资金的10块钱吗 是不是呢 它真真正正占用的资金是6块钱 因为我花了6块钱买了东西出售 出售形成应收账款10块钱 应收账款虽然10块钱 但是呢 真正我花的钱只有6块钱 所以这6块钱 它代表的就是应收账款当中的变动成本部分 其实呢 应收账款是企业的收入 收入形成应收 而收入当中呢 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我们在定价的时候 卖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一个成本 要满足我们的形成的利润 所以这里面有成本有利润 而利润它是咱们的资金占用吗 利润它不是资金的占用 没有占用我们资金 而成本呢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的 非常简单 如果遇到复杂问题 其实呢 成本它也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的 一部分是变动成本 一部分是固定成本 而固定成本的话 它是不会变的 你有没有这个应收账款 固定成本都会发生 而变的增加的占用资金的部分 就是应收账款的当中的变动成本 所以它的计算就是用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乘以变动成本率 找出应收账款当中真正的变动成本部分 才是我们真真正正占用的部分 那么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该怎么算呢 举个例子 它的计算公式啊 就等于日销售额乘以平均收限期 为什么呢 可以假设一下 假设一个企业的 日销售额是100万 平均收限期 就是形成这个应收账款之后呢 我会平均收限期的三天 三天 那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比如我今天开始收销 从今天开始开门做生意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写的分开一点吧 一 二 三 四 那么应收账款的发生 收回 这个写不下了 发生 收回和余额 来分析一下 如果我的从今天开始进行奢销 奢销日销售额是100万 100万 应收账款第一天 它会发生100万 收回 有没有 第一天它奢销了 第一天肯定不会收回的 因为第一天做生意 因此余额 它也是100万 收回是零 那么到了第二天呢 到了第二天 它依然发生100万的应收账款 收回 有没有收回呢 第一天 它这个100万 肯定会在第四天收回 第四天收回 这是100万 所以第二天不会收回 收回是零 那么余额呢 余额就是200 第三天呢 第三天依然发生100万 还不会收回 因为第一笔款线会在第四天收回 第三天收回还是零 所以余额是300 那么到了第四天呢 第四天它依然发生100 收回100 余额是300 第五天呢 第五天呢 第五天它发生100 它把第二天的收回收回100 余额是300 所以以后的话 每天都会发生100 收回100 发生100 收回100 所以余额一直保持300 而300怎么算的呢 300就是前面三天 日销售额乘以平均收限期进行计算的 最终就可以得出 应收账款债用资金的应激利息等于日销售额乘以平均收限期乘以变动成本率乘以资本成本 你算完这个占用资金的应激利息之后 用改变之后的减去改变之前的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现金折扣成本增加 如果对方享受现金折扣了 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项成本 这个成本的增加额就是之后的现金折扣成本减去之前的现金折扣成本 比如说老师呀好长呀 好长其实公式是一样的 前面是之后的新的 后面是之前的旧的 其实它是一个公式的重复应用 用了两次 怎么理解怎么计算呢 比如现在呢 有一百万元的应收 现金折扣百分比是百分之五 如果全部享受了现金折扣 此时现金折扣成本 收到呢 来看一下 如果享受现金折扣的话 现金折扣的成本全部百分之一百享受 那么现金折扣的成本是五 而如果呢 如果这一百万元的应收账款当中只有八十万元享受了 另外二十万元到期支付二十万没有享受 如果只有八十万元享受的情况之下 那么八十乘以百分之五现金折扣的成本就是四 相当于只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享受 那么现金折扣成本怎么算呢 就是用收入一百乘以这个现金折扣率是百分之五 如果都享受是折扣是五万块钱 那么再乘以呢 可能有些人享受了 有些人没有享受 再乘以享受的比例是百分之八十 那么就能够算出现金折扣成本 用之后的减去之前的 就能够得出现金折扣成本的增加额 第二个还是比较好算的 第三个呢 是存货债用资金的应计利息的增加 就是当你的收入规模变大之后 储备的存货一般来说也会跟着增加 当你储备的存货增加了之后呢 存货它是会占用一部分资金的 因此这个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也会增加 存货成本当中一般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由于销售量增加平均存货提升 增加的资金为存货当中的变动成本增加 如何理解 举个例子 假设一个企业它用设备设备的年则就是60万元 单位的加工成本变动的是20万元 此时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年就生产一件存货 总成本是多少呢 总成本和单位成本分别是多少 年则就是60万元 这个设备 而单位的加工的变动成本是20万元 就是单位的变动成本是20万元 如果我今年只生产一件 则60万元照常发生 再加一个单位的变动成本 总成本是80 单位成本呢 单位成本是用总成本除以数量 单位成本是80 单位的变动成本是20 单位的固定成本是60 单位的也是80 如果我今年生产两件呢 如果我今年生产两件 两件的话 总成本是多少 对吧 60照常发生 两件单位成本的一件是20 两件40 因此总成本是100 单位成本是多少呢 单位成本是100除以25 如果生产三件呢 如果生产三件 总成本是120 单位成本是40 对吧 总成本上升 单位成本下降 单位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 单位的固定成本在下降 那么来看一下 当你储备的存货每增加一件 则占用资金增加多少呢 占用资金看的是总共的 占用资金看的是总共的 你每多生产一件 你占用资金就增加20 每多生产一件 占用资金增加20 因为另外60 你不管生产一件 两件 三件 它都正常发生 你多的只是 变动成本的部分 所以 存货增加 它会导致呢 它会导致存货当中的变动成本增加 这部分才是真真正正 会占用企业资金的固定成本 永远60 依然不变 那么 存货占用资金的应激利息增加呢 就是用增加的存货数量 乘以单位的变动成本 比如我增加两个 乘以每个单位的变动成本是20 增加的资金就是40 40再乘以资本成本 那么 有同学说了一个 非常好的算法 那么 老师呀 我首先 我增加两个 两个存货 每个存货20万块钱 变动的 单位变动的是20万 所以我增加占用资金是40万 这个能算 用40万乘以资本成本 对增加的额 就是量 这是增加的数量 数量 用数量乘以单位的变动成本 那么 我能不能这么算呢 一个数量乘以单位的可以这么算 我能不能用存货的总成本 增加 再乘以增加的额 再乘以变动成本率 能不能这么算 资本成本题目都会告诉的 不用担心 我算增加的存货当中的变动成本部分 我能不能用增加的存货总成本 乘以变动成本率 可以呀 可以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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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告诉我 变动成本率该怎么算 计算公式 有谁能告诉我变动成本率的计算公式 变动成本率的计算公式 等于什么呢 等于变动成本 除以收入 等于变动成本除收入 你用成本乘以变动成本除收入 你的分子分母能约分吗 不能啊 收入那边来 你用收入计算收入当中的变动成本部分 一个是应收账款会是收入形成的 收入乘以变动成本除收入 收入收入于约分 能够得出其中的变动成本的部分 但是你总不能用总成本乘以变动成本除收入 这个总的和分母是无法约分的 你是不能求出其中的变动成本的部分的 明白了吗 哎呀 没事啊 没事 犯错是好事 提前把收犯了之后 考试就不会犯错了 所以这种算法是不行的 这个地方只有这一种算法 用增加的数量乘以单位变动成本 得出占用的资金的增加 就是增加的变动成本 再乘以资本成本 这个应收 先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 第四个是应收收账费用和坏账损失 对吧 当你的收入规模扩大之后呢 你的坏账损失会增加 你的收账费用也会增加 这块来说呢 计算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题目一般都会告知 或者告知计算公式 所以要么如果直接告知数量 我们直接用数量去计算 如果告知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来说一般也比较简单 直接按照题目的要求去计算 即可 算完之后用之后的减去之前的就行了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 是应付账款节约资金的应激利息增加 就是咱们的收入规模扩大之后 扩大之后的话 它会导致到可能我们去奢购东西 也会更加容易 也可能会导致应付账款的增加 如果应付账款增加呢 应付账款也是一个筹资的渠道 那么如果我们去银行去筹资 可能要去产生利息 而如果通过应付账款筹资 利息会少 一利息会少的话 就会节约企业的营运资金 减少企业营运资金的应激利息 它本身来说 对于企业应付账款增加 占用资金的应激利息 它对企业来说本身是一种收益 只不过为了跟应收账款 跟存货他们的应激利息 放一块 因此一起来进行学习 所以它就放在成本当中了 它会导致成本的减少 本质是一种收益 它具体放哪都可以 因此应付账款如果增加了之后 它也会导致应付账款 占用资金的应激利息增加 这个应激利息它是节约的 节约的利息 这就是关于应收信用政策决策的 五个成本 五个成本加一个收益 下去之后自己稍微梳理一下 今天的课程内容比较多 个别问题 如果你有疑惑 下去之后再轻轻回放 清完回放之后 下节课 我们先对今天所讲的 信用政策决策的内容 来进行梳理 梳理完毕之后 再把这个题目讲一下 可能大家的接受程度会更好一点 那么下次课 把第三节应收账款管理讲完之后 再去讲存货 最后讲一下现金管理 把这第十二章的重点核心问题 咱们都讲一遍 把重的难的都讲完 这样的话大家第二轮学习 就会轻松很多 赚了 那么这个题下去之后自己做一下 做完之后可能我们讲起来 会更加轻松一点 大家接受的会更好一点 最后分享一句话 世界让我们遍体鳞伤 但长出的却是翅膀 对吧 你不用怕 什么东西都不用怕 特别是教材的大纲 出现了变动 会增加一点东西 它确实比较难 但是我们不要为难 不要怕难 我们勇往直前一起飞 今年一定能够顺利通过考试的 我们周四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оровCerek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